最高法院1月19日宣布 该机构进行的一项内部调查 未能找到泄露推翻罗素韦德案判决书意见稿的人 在一份20页的报告中 负责监督调查的官员表示 调查人员对97名工作人员进行了126次正式面谈 所有人都否认自己是泄密者 报告称 调查人员通过检查最高法院的计算机设备、网络、打印机以及通话和短信记录 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报告称 最高法院的几名工作人员向调查人员承认 他们曾将意见稿和投票结果告知配偶或者伴侣 这违反了最高法院的保密规定 但调查并没有确定这些行为会导致意见稿草案的副本公开 该泄密事件由媒体Politico在去年5月份公布 这是对最高法院保密政策的极大违反 在泄密发生之后的一份声明中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证实了意见案的真实性 但表示他不代表最终版本并宣布进行调查 这次泄密事件使大法官之间的关系紧张 托马斯和大法官将其比作不忠 该意见稿的作者阿里托大法官表示 这一披露危及了几位多数派大法官的生命 去年6月当最高法院发布推翻罗素韦德案的正式判决时 正式的判决书和意见稿基本上没有变化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去年5月表示 围绕罗素韦德案的泄密事件绝对令人震惊 他强调希望这次事件不会改变人们 对最高法院和工作人员的看法 罗伯茨在第十一届巡回司法会议期间表示 如果泄密事件背后的人或者人们 认为这将影响最高法院的工作 那他们是愚蠢的 接下来 现在发布了 我们在 cognitive这些法院的学码 because斡没有理想 我这里已经有一个柔 creative 原因 develops 我觉得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